把4个蛋黄和100克糖混合搅拌 加入4个蛋清和之前的混合物一起搅拌2-3次 一开始正常搅拌 之后放慢速度 最后把面粉倒入 在油纸上涂一层黄油 然后把混合物在纸上均匀铺开 220度烤8-10分钟 蛋糕变色就可以取出 组装 把蛋糕切成两片 一片放入底部 尽量选择大小一致的草莓 切成两半铺满模具边缘 把海绵蛋糕浸到糖浆或者草莓糖浆里 把明椒放入冷水里浸泡 让它软化成糊状 两根香草莓中 两根香草加 牛奶煮好后 慢慢倒入蛋黄混合物中 把软化的明椒和黄油倒入温热的奶油中 搅拌 把奶油放入碗中 用保鲜膜冷藏在冰箱 完全变冷后取出 在冷却过的碗里搅拌低温奶油 用电动搅拌器把它打发成生奶油 分两次把奶油加入 用奶油把当中的空隙填满 涂一些在底部 加入切成四分之一的草莓 在上面涂上奶油 完成后再盖上另一片浸过糖浆的蛋糕 装饰蛋糕可以做一个杏仁糖的蛋糕面 擀成片之后覆盖在草莓蛋糕上 撒一些糖避免粘在一起 剪掉多余的部分 也可以拿掉模具 在冰箱里至少冷藏三个小时 您的草莓蛋糕就做好了 而且它在冰箱里含出 开底的部分 上码 Contamin 剪掉多余的部分 现在刷成片一个高部分 五次以往 是要保留 一断作成片 三个小时 腿萝卜 没必要